你可以考虑就是钓那个钓扇 逆时针的时候 那个风会把那个热气吸上来 顺时针会把风吹下去 最近大家嘴里只有一个字 热 怎么结束让自己凉快些 我会买纸巾 会擦那种会擦凉的纸巾 我也是可以冲冷水 去公园走走 开风扇开到最大 就这样喝多点水 如果再加的话 就会说整天要冲凉 去那种shopping mall吹 吹 aircon 回到家又怎么办 尤其是家里没有冷气机 或是为了环保而不想开冷气 前线找了室内设计师分享贴士 磁砖地板会比较容易散热 所以我们就会用磁砖地板比较多 然后就要LED灯 LED灯泡的话 它的热气比较少 你可以考虑就是钓那个钓扇 钓顶风扇它有逆时针 还有顺时针 所以逆时针的时候 那个风会把那个热气吸上来 顺时针会把风吹下去 所以如果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就是放顺时针比较多 选择浅色的那个漆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你懂你穿黑衣 你会感觉比较热 我穿白衣我会感觉比较清凉 在家里装除湿器和种小植物 也可以让空气更清爽 我们可以放一些小植物 你看它们的这个叶子 它们会蒸发一些汗水 然后我们去到这里你看到这个窗帘 窗帘的话我们可以挡住一些紫外线 还有热气进来 如果窗口的话我们可以装一些太阳膜 然后可以挡那个紫外线还有阳光进来 有一些屋主的话他们会选择就是在门的前面 做一些屏风或者是做一些雪柜 那个也会导致整个家的那个空气不流通 如果不想重新装修房子 还可以用哪些办法来降温呢 你可以装一瓶水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它结冰过后你可以拿出来 然后放在风扇下面 那个也会让整个空间会比较清爽一点 另外一个方法比如说你是在客厅的话 其他的房间的门全部关张 然后空气就会全部留在客厅里面 那些热气就不会从房间里面跑来客厅 前线发现天气热也会影响情绪 比较容易发脾气 人很抱...很烦躁 我们有数据资料 世界上显示当时很热 最糟糕的情况下 你会有死亡 瘍、瘍、瘍、冒险、冒险、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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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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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感到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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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专家说运动有助于加强我们抗热的能力 家豪热爱运动也经常流汗 所以它也会定时护肤来缓解湿疹的症状 皮肤科医生说天气炎热时应该穿宽松透气的棉质衣服 此外也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和多吃蔬菜水果 住的方面在室内可以考虑使用空调和除湿机 空调最好调在室温在23到25之间 室内的湿度应该保持在60度左右 不行之前一定要涂防晒霜 出去运动的时候尽量是选择在清晨或傍晚的时分 也应该带块毛巾假如出汗及时把汗水擦干 洗的方面就需要选择比较柔和的沐浴乳 最好是没有泡沫不含香精对皮肤有滋润功效的 最后护的方面冲完凉擦干皮肤之后 马上要涂润肤膏一天至少擦二到三次 虽然解暑非常重要 专家表示热也有它的好处 例如提高心肺功能效率 假设定能够通过晨晨的音速度 如果需要进行洗平台 让我们户射用压力的设定 你会知道我的目的目标就是 迁迁连到150 beats 普通的日常要比较45分钟 迁连到150 beats 但在izin的水中 你能达到18至20至20分钟 所以在半个 workout 20至25分钟 你能够用出于氨状力 专家也教导我们抗热的方法 用冷冻冷冻冷冻 然后终于喝水